无论取缔交通违规或是调阅事故画面 天罗地网监视录影系统和科技执法设备都帮了很大的忙 来看到桃园市科技执法幕后最大推手 就是交大执法组组长连国锋 连国锋呢致力推动科技执法 起因就是多年前一场让他终生难忘的死亡车祸 坐在办公桌前认真批公文 交大执法组业务繁琐 连国锋势必公卿之余还不忘协助性敬同仁 48岁的连国锋是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系毕业 历任犯罪预防科学官归山派出所长及卢竹分局交通组长 2019年接任交通执法组长尽力完整 从近期间连国锋致力推动科技执法 原因是多年前的这场车祸 个人在担任所长的时候有一年大年初二 那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实是 有一个年轻人驾驶一辆车辆 驾驶的四个乘客总共是一车五人 但是这个严重的车祸事故却导致了四人的死亡 大年初二连国锋想到要打电话通知死者家属 他就觉得心痛 四条年轻生命消逝 看到家属崩溃痛哭 连国锋立志要避免让悲剧这次上演 二十四年前他设置全桃源第一座天罗地网 去年在独步全国推动租任式科技执法 在年轻的时候事实上发现很多年轻人发生交通事故 事实上是我们警察所避免不忍的 另外其实科技执法除了说可以有效降低事故之外 并且可以导正驾驶人的习惯 这对我们的一个事故防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全程参与规划的每一个执法点 认真态度让连国锋今年获得 模范警察模范公务员双料奖项 他客气笑说得奖是幸运 事故率降低就是对他的最好肯定